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大扫除 而花莲市清洁队也因应国家清洁州 从上个月29号开始展开大宗的废弃物的收运作业 而今年度的预约情况较往年多出两成 收运数量破万件 而国广新大饭店为了犒赏队员们的辛劳 特别宴请了30多名的清洁队员 而市长魏佳燕也专程出席 代表清洁队同仁自尊感谢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大扫除 花莲市清洁队也因应国家清洁州 从上个月29号开始展开大宗废弃物的收运作业 原定在5号就能完成 但今年度的预约情况较往年多出两成 收运数量破万件 清洁队只能再追加两天进行收运作业 这次有鉴于 其实像清洁队也跟我们饭店一样 都是服务业 那几乎就是全年都不打烊 那在大家在团圆的时候 还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清洁做打扫 为了我们释荣去做整理 那我们有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这一次发起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过年前的时候 可以宴请而市所的清洁队的队员 可以一起来享用我们过年前的团圆餐 那也要表我们一起服务 一起为花莲市民打拼的一个心意 为了犒赏清洁队员们的辛劳 古广新大饭店也特别设席 宴请30名清洁队员 而市长维家宴也专程出席 代表清洁队员致政感谢状 表达诚挚谢意 那其实周董事长也说 清洁队的工作非常的繁重 尤其是过年这个时间 他们不仅要收大型垃圾 那也要维持我们的街道的一个整洁 然后家户的垃圾更要处理 那也有可能处余的部分也比较多 那特别在年前 特别请我们清洁队来用餐 那在此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周毅林董事长 那未来有更多的企业 是不是想要做这类的回馈 也要先首先谢谢我们所有的企业 那我们在年节之前 也有很多的企业 也送了很多的家菜金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礼品 给我们的清洁队员 那再次表达深深的谢意 那未来我们会将华林市的整洁 做得越来越好 周毅林长年来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 落实推动社会关怀 这次也在年节前 代表董事长周智慧 以行动表示企业对社会的关怀 向这群在幕后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 传递感谢之心 记者徐提琴 华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